郭台铭退选之后 身为国民党党员的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 是否会继续参选 备受关注了 27号王金平在被问到 是否会与亲民党合作参选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表示 相信上天会安排一条路 让他走 王金平27号南下屏东 拜访了民进党籍的屏东县长潘孟安 同时还带去一份屏东施政建议白皮书 政策的白皮书 所以老早都准备好了 另外我也积极地为各个县市建设的 一个这个计划的建议 关心县市施政展现参选2020决心 王金平还透露国民党副主席 揭秘书长曾永泉 前一天曾来拜访他 对于外界关注王金平 是否会批局营战袍参选 王金平还是那句老话 一切等因缘俱足 什么袍都没有关系 反正我讲过 上天要我来选的话 上天一定会安排一条路让我走 那当然没问题啊 我们老早约定好了 我们是关公兄弟 咱们是关公兄弟 典enario